那臺中的海岸有很多的港口 根據統計 每一年至少會發生一件到三件 船隻漏油的海洋污染事件 所以環保局為了要及時圍堵污染擴大 就和松柏渝港的在地漁民來合作 聲援他們利用漁船 還有水上摩托車來設置 攔油鎖 要強化應變能力 貨爆臺中松柏渝港內有船隻漏油 漁民立刻出動漁船 與水上摩托車布設攔油鎖 順利圍堵污染物 所幸這只是模擬演練 台中市共有一處商港六個漁港 還有享譽國際的高美濕地 根據統計 每年會發生一到三件海洋污染事件 環保局為了強化應變能力 二十五號決定與民間單位簽署合作備忘錄 為了紀念今年的世界海洋日 現場也舉辦淨灘活動 兩百多位當地民眾與志工頂著強烈的海風 在沙利間撿石垃圾 最後共清出了三百一十公斤的垃圾與回收物 許多家長更是帶著小朋友來參加 當作是最好的環保教育 台中市府表示 每年有數百萬海洋生物 深受海洋廢棄物所害 包括漁網和塑膠垃圾等 而有八成的海洋垃圾來自陸地 船隻漏遊更嚴重影響生態 官方希望與民間緊密合作 共同守護美麗的海岸 記者 台中報導